高雄一辆轿车转弯时没有打方向灯被远景盘查 没有想到车上乘客竟然下车拔腿狂奔 还随手丢了包包 警方追了50公尺抓到人 一查发现原来这名乘客身上携带毒品 才会一看到警方就逃 乘客开了车门丢下东西拔腿狂奔 驾驶也趁戏开车落跑 警方赶紧追上 想跑还是跑不过远景 才逃到骑楼就被前来围捕的警方压制逮捕 拼了命要逃原来是因为身上藏毒 主动从裤子口袋内交付三级毒品改他命一包 并带回丢弃包包之住所 取张发现该包包内有二级安非他命 及一支玻璃球吸食器 5号凌晨三点多高雄这辆轿车经过中华三路六合二路口 转弯没打方向灯被警方拦查 没想到车刚停好 副驾驶坐乘客开了车门丢下包包拔腿狂奔 驾驶趁警方忙着追捕也赶快开车逃逸 乘客逃了50公尺就被压制逮捕 身上藏毒怕被警方抓才会心虚逃逸 如今被逮送半警局里好好反省 记者中纪委高雄采访报道